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很多都已經有一宗案件在新 為什麼他們還繼續去抗爭呢? 其實今天又是6.15、6.16的三週年 我覺得這個時刻採訪來了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是的 其實對我自己本來講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意義的 就好像這邊我剛剛 其實這邊時間是應該十點多鐘 其實我剛剛吃完飯的時候 其實都是跟朋友在那個餐桌上面 就做了一個目外的 因為除了是一個反送中運動的一個三週年以外 其實今天也是梁先生離開我們的三週年了 所以我們就在餐飯之前 我們就用一個簡單的目外去紀念一下他 是的 我看到香港的報導 是梁連傑先生死死三週年的日子 在香港的金鐘那裡 依然有些市民帶著花去悼念他的 當然現場都習慣了 有警察住手 有警察去盤問 是的 我們回到我們的正題 你知道大家對香港的反送中題材的電影 比較熟悉的就是《時代革命》 對你這部電影其實真的不是很熟悉的 對你我也不是很熟悉的 是的 可不可以先讓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和你這部電影呢? 是的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正確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和這條影片的主題是很一樣的 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因為我和大家一樣 差不多是這場運動裏面其中一員 是一個素人 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下去做一個紀錄的人 那整個作品其實我自己是很希望就是說 裏面因為我特地找了有六個不同的一個素人 裏面可能是包括了一些在這場運動裏面 他是一個中年人來的 那他就是專門去一些連儂場裏面照顧小朋友的 是的 那可能有一些是南亞裔的手足 那也都是有一些一些前線的情侶拍拖下去的 很年輕的 那也都有一些是一些好像前線那樣 那其實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一些角色 其實正正就是代表著在這場抗爭運動裏面的一群人 他們的身份不重要 但是他們其實就是代表著那群人 因為我看到的就是在這場運動裏面 除了一些有很多一些我們認識 我們已經是知識的一些KOL或者政治人物以外 其實更加更加更加多的是這些這樣的素人 他們就是你跟我一樣一起走出來的每一個人 那我先問一問你這部戲呢? 現在在這裏上演著 但是先關心一下 我要不可以先看 嗯 是 其實呢 我們現在呢 就剛剛開始做一個宣傳 都籌備著放映的 那麼巧巧 接下來6月18號就會在這個墨爾本 有墨爾本的香港電影節裏面呢 就會進行一場特別放映的 那如果在墨爾本 身處墨爾本的這些 那些香港人的朋友可以去那裏支持的 可以先到位快 是的 那陸續續的 其實都已經在籌備著一些放映 可能在英國、吳敦或者在台灣 在不同的地方其實我們都在籌備著 希望可以盡快地和大家去見面 嗯 所以我的理解是6月18號的 是墨爾本的才是首演 好不可以這麼說?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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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次去做一個正式放映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剛剛過去的4月份 那其實就是那個作品 其實就是參加這個瑞士 有個日內亞的紀錄片電影節 Griston the Ville 那其實呢 我就過去了 就是我自己一親自過去了 就參加了他們影展的這個free marketing 那其實主要就是可以有機會 因為每年其實有3500部作品 在那個影展那裡的 那它也都會精算了部份的作品 在那裡放映 也都會精算了部份的作品 很少量的作品 這樣就會在那個free market那裡 那就是去供一些可能業界 這些industry 的人士 一些英平人各樣的 讓他們可以先嘗試去觀摩 是的 其實是這樣 我想問現在這部是 是米本上映了之後呢 會透過什麼方式 跟觀眾見面呢 會不會像其他時代革命那樣 會有一些守租 是不是要守租去放映 還是怎樣呢 之後會上架去放映呢 是的 其實都 我自己這個 這個用來作品的專頁 這個facebook page和Instagram 都成立了比較短的時間 都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才開始做宣傳 但是也收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一些支持者 他們會去問究竟 什麼時候會上啊 哪裏會上啊 會不會出碟 會不會去 在類似時代革命那樣 會在一個傳統平台上做放映呢 那我相信這些所有事情 全部都是我們考慮之內的 那只不過可能現階段 可能是一個籌備放映的初期 我們先在一些戲院那裏 去做一個放映先啦 因為始終考慮我們其實 那班素人 我們的團隊雖然人多 他們都不是什麼電影人 但是他們憑著一火心 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所以付出了很多 去花了很多時間 心力在這個作品上面 所以我們都希望 將最後一天的觀影體驗 帶給大家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說現在一段線 在戲院 會不會先做一個放映先的 那其實到時我們會公佈啦 那可能也都聽到有不少的一些 可能英國也好 或者是台灣也好 有一些曾經在一些搞手 其實都會很想去做那邊的一些放映 那我們其實都會 陸續續會去跟他們有密切溝通 看看怎樣安排到 所以我比較關心 這部片其實有多長時間的 是 它其實是一個107分鐘的 一個feature length 一個長片 是的 那三週年來推出你這個影片 其實是想傳達一個什麼訊息呢? 我覺得這樣的整個 在我製作過程裡面 其實都有私底下 我會做一些私人放映 這樣去內部放映去調整一下 究竟裡面 就是可能各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那過程之中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是一些 一些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人都有 有學生或者有些在這個運動上面 那個參與可能他是first day 或者是國營的人都有 那我記得就是說 有一個first day 那他就說 他看完之後他很激動 那他就說 哎呀我已經是有PDSD了 就是創傷後遺症了 我看一次哭一次 那看來做什麼呢? 這樣 而另外一個人的意見就是 唉 我看完之後 好像很有希望這樣 但是 我看到現實的落差就是 香港什麼都做不到 那 我應該怎麼好呢? 是的 那還有些什麼用呢? 是的 你給我看你做什麼用 那些已經是過去了 是不是? 街頭的一些 就是大家認同與不認同 就是對他來說 那段時間 他認為才是 最有意義 最 就是在這個地方 長大這麼久 他認為 2019年反送中 是他覺得 最有生命力的一個 一個時間點 在香港 但是 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我還看來做什麼 都看回一些以前的事情 我很想跟大家去講 因為我自己在這個剪接的過程中 我看了很多次 但是我聽完他們的故事 我更加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就是說 是 可能對不同的人 可能他覺得 這個片裡面那些 其實都是一些 good old days 意思就是可能現在是一些美好的過去 美好的過去 但是good old days 或者美好的過去 其實是沒有錯的 而我是更加想 我正正是要把這個 這樣的good old days 帶出來 因為 我很想大家去 記住 重新去感受 我們曾經 其實 年輕人和成年人也好 或者一些我們完全素未謀面 不認識的這些 香港人 陌生人也好 我們曾經有過一段 這麼美好 這麼真摯的關係 但是我們願意為這些 素未謀面的香港人去犧牲 願意去付出 我們不介意 這件事是珍貴的 是的 我們 這件事是我自己 我自己是非常真實的一件事 做紀錄片其實不會 可能有人說 拍紀錄片 或者看完一個紀錄片 都不會光復香港 香港不會好像 就會回到以前這樣 但是我希望這個紀錄片 可以給大家的一個啟發 可以 就是給大家的一個希望 一個鼓勵 就是說 它不會告訴你 往後日子 是應該怎麼做 才能光復香港 不是這件事 而是 更加重要的是 只要大家可以記住 我們曾經有過 那段這樣的關係 這麼好的情感 我們拿著這件事 放在心裡 好好保存它 好好去堅持我們自己 不要給其它外面的事情 去改變我們 我們繼續堅持 那我相信有朝一日是 我們會重新去 我們會有重逢的一日 我會覺得 因為現在是要 很多事情去嘗試去改變我們 所以 堅持我們自己 不要給其它外面的事情 去改變我們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更加要團結 堅持 尤其是我 我 我記得運動的時候 其中一句 一個直返 我很喜歡香港 所謂 都很多人去 就是他們其中一個 比較後運動後期的心底話 大家很推送 是因為講中的心底話 但是我更加多的感受是 就是 在我來到 一個人隻身來到二鄉 人在二地 我的感受就是 我來到這裡接受了 很多 跟我一樣都是香港過來的 這幫香港人的幫助 他們很願意去伸出援手去幫助我 那我也是很感激他們 感謝他們 很感動 我經常都會說 我跟你說 你現在的 對我的這些幫助 你幫助的不僅是我一個人 而是 幫助著著我背後的家人 整個家庭 令到他們放心 那所以我會覺得 對我來說 我很喜歡的 不是 不是 只是香港 而是香港人 那現在你去了英國 嗯 其實這一段歷史是過去了 你覺得如果你現在再創造的話 有些什麼方向呢 是 是 創作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這樣的 我相信其實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其實他們 無論他們什麼立場都好 其實都不少這些人 是選擇去 離開香港移民 是有的很多的 我相信他們陸陸陸陸陸陸陸會在海外 都會有很多 生活上有很多挑戰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困難 很多情緒在裡面 而我們會看到很多堅持留下的人 他們都有他們一些堅持 或者有很多困難在那裡 有很多挑戰在裡面 那我會覺得 其實有不少的創作人 堅持選擇留在香港 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去表達他們自己 希望在一個合縫之中 看看可不可以再有一些 引起到大家共鳴的事情去做 那我都 就是我是認同 其實所謂最壞的時間 也是最好的時間 其實在創作上面我常常在 那當然在我角度 我會認為 如果我是做紀錄片的話 那我當然沒有辦法 就是在香港做紀錄片 是啊 所以我選擇了 我要離開香港 因為我希望繼續拍下去 因為有香港人的地方 就會有故事 我應該繼續做紀錄 那我會覺得是 是 我有個責任這樣做的 那 還有我想說就是 就是 縱使我們去 去到海外 去到海外 又要面對不同的挑戰 但是其實 我們其實在同一個天空底下 雖然好像隔了一個 牆 那樣 就是香港好像有一棟 無形的牆 在那裡 消息未必完全的一個 靈通 因為大家都明白 很多不同的一些媒體 已經相繼是被迫要停運 沒有了很多 我們失去了立場 失去了蘋果 失去了眾新聞 就是剛剛最近 也都有新的一些媒體 是宣布去結業 停運 那我覺得更加是需要一些作品 是好像一種橋樑那樣 去將一些深層次一些的一些情感 他們的一些情緒 是透過作品 好像做一個 兩邊場外場外的人 去做一個告白 原來其實 海外的人 參加集會 不只是幫我們發聲 其實他們的情緒 都沒有走出的傷痛 沒有真正融入到海外的東西 他們覺得那個使命 來到海外 就是 一個 就是要光顧香港 或者為香港人做些事 那這個其實本身不健康 因為我們要做 但是我們同時也都要 要將這個抗爭融入生活 我們要站穩鎮港 我們才可以幫到更加多人 那我希望作品就是一個告白 讓兩邊都知道 其實我們都是一條心 海外和香港其實同樣都是痛苦 但是我們有目標的日子 是 這個時候是不是都還是很掛著香港 這個時候 覺得有些什麼放不下 有沒有覺得未來都要回到香港的 我應該這樣說 我其實來了差不多半年了 但是其實我會發現到 很多不同的一些朋友 一些人 他們會在他們上飛機那一刻 或者到步之後 他們會在 他們很多都會在Facebook那裏 會出一篇文去講 講講自己的感受 但是我自己個人來講 到現在這一刻半年過去 我都沒有做這件事 因為我不知道應該由哪裏雪氣 或者我是有一點點 我不懂得怎樣去面對 或者我不懂得怎樣去處理 這一種情緒 是的 就是不容易的 就是因為 是的 不容易 當然我在香港也都有一些很掛著的人 一些很掛著的人 我的家人 他們都會問 好像我媽媽那樣 她說 你過多幾年 那我就 她又擺大手了 你會不會過來 其實你問我 顧不顧香港 其實反過來 我媽媽差不多 每次電話 就這樣都會問我 你顧不顧香港 這個問題 對我來說 是不容易 不容易去用口說的 是的 不容易去講出來的 是的 那種矛盾就是 我 我 會掛著的 但是我掛著的 那個香港已經不在這裡 但是我掛著的香港 人還在香港 是的 那 那 我 我當然想 想 和他們見 或者想 回到香港 和他們會再有些交流 再吃飯 再見面 但是似乎 現實環境 可能條件上面 都不太容許我這樣做 是的 那 我希望 用我的作品 去 和大家再多一些的交流 讓他們都會 有更加多去了解 其實 會後的情感到底是怎樣的 因為 我相信其實不容易 是的 不容易 去到差不多尾聲的了 其實我覺得 比如 離開了香港的香港人 這一刻 其實有沒有什麼說話 想和香港的朋友 或者其他的香港人說呢 就是作為一個 用鏡頭去記錄 香港這一段歷史的 香港人的電影日 是的 我會覺得是 依然留在香港的這些朋友 他們可能 其實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原因 會選擇留在那裡 但是我覺得 他們都是勇敢的 是的 他們都是勇敢的 因為 在香港 整個生活是翻天覆地的一個改變 有很多事情會 令到他們 要改變 要適應 才可以繼續留在那裡 但是我相信其實海外的人 包括我自己一樣 其實 和大家 都是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 我們看回歷史 我們看回歷史 是的 三年的這個反送中的抗爭 我們看回612當時 我們再數回去就是雨傘革命 在612的時候 這個催淇彈再次在這個 下角度那裡爆開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就是 我想起其實就是雨傘運動 清場前最後留下的那句 We will be back 是的 但是這次的We will be back 又和以前那個很不紅 我們不單止是那些人 回到這個龍羅島 這個面對吹彈是無謂無懼 不單止是這件事 而是我們比以往是更加聰明 化作流水 我們不再距離在佔領那裡 這次我會覺得就是 好像一個時間點 讓大家去調整一下 所以我才會覺得是 很多人可以真的保持自己的初衷 那我相信那一天是會來臨的 大家都會期待那一天的來臨 是的 但是在之前大家都要好好保重 嗯 我這裡差不多了 你還要用什麼補充的? 導演 是 那其實我自己就很希望 就是將透過這部作品 就將他們的這個素人抗爭的故事 是帶得更遠 那因為我覺得在這個 就是在香港這麼紛亂這麼動盪的時期 大家都很有無力感 很絕望的時候 嗯 也都經常都會聽到有些人 哎呀我不敢看作品 我怕再看起來 又有很多一些所謂的傷心事 那也都有一些人會覺得 那個 我們去看這幾個影片的作品 的過程 其實就是一種治療 是他懂得壞的 就是他體驗會更加懂得壞 那我覺得 嗯 不同的人去看這個作品 都會拿到不同的東西走 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一樣東西 就是 嗯 每一個離開戲院的人 每個看完作品的人 都可以帶著希望回家 嗯 重新去 去想回自己的初衷 想回自己為什麼會走出來 想回 就是 我們學會去愛 去 去為這些這樣的 的 為對方 為這些不懂的 素命文明的香港人 去犧牲去付出 那我覺得我們就拿著這件事 堅持做好 我們 認為應該是對的東西 香港人 就是 就算我無論是出海外的香港人也好 那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是 透過這個作品 可以找回自己的初衷 一條心 那多謝你啊 導演 是 多謝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拜拜